HELLO 大家好 我是 Erika 我昨天才從日本回來 現在我就是要來開箱我的日本戰利品 大家看到現在桌上這樣滿滿的還有這些 真的是非常之多 可是其實這次我去日本並沒有花很多錢 我只換了兩萬二台幣然後我去日本五天 當然我是有刷卡 可是我刷卡的金額是沒有超過一萬塊的 就是包含吃所有的消費用 沒有包含我的基加酒的費用 那基加酒這個很便宜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可以再回答你們我是怎麼訂我的基加酒的 大家每次去日本應該都會拜很多的藥妝吧 我兩年前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是在藥妝店花了非常非常多時間 你仔細的想台灣其實都買得到 所以其實並不需要 除非是那種價差真的非常大的收足時間 那其實打算在日本用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台灣買得到 去台灣買其實並不貴 在日本真的我每天看我的季步器 約莫都有超過兩萬部以上 非常需要用這個收足時間 你撕開之後它就是一包一包粉紅色的貼紙 然後它其實是水性的材質 所以你睡覺起來就會發現它全部掉在你的床上 這個是我新看到的收足時間 它是貼在腳底板上面 它上面是有一顆一顆的 它可以按摩你的腳底板的穴道 我覺得你們去日本還是帶著 不管你是要Shopping還是要去觀光餐 你都會種非常多酷 我這次去藥妝店主要購入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麼有隻的多 DHC 我買了五隻 因為我超愛用這個DHC的 然後這個在日本買真的比較貼 它一隻才三百多塊日幣 超好用的 它是很滋潤 因為我不喜歡擦護船膏 嘴巴上會有很油油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剛剛好打到滋潤效果 就勃然太黏 然後這是我看到它的新款 有顏色的DHC護船膏 我買一隻橘色的跟一隻紅色 紅色我已經拆開了用 就是我嘴巴上的顏色 然後它打開就是像這樣 很像唇膏的感覺 可是它就是護船膏 有認色效果的護船膏 就是這個顏色 其實我覺得它既然有出認色效果的護船膏 我應該直接買這個就好了 但是這個其實也是很適當小禮物送人的 這個我真的是有點無奈 我就無聊想說 大家都推那個酸痛貼布 就是那個咖啡色外科 看起來還蠻漂亮 然後結果我到他們的櫃檯 因為他們的藥妝店其實非常多 會講中文的店員 然後我就被他洗腦了 那個店員看到我就說 小姐姐你長得真好看 整個心花怒放了起來 他就說小姐姐啊我推你啊 這個其實呢比較多人帶的啦 這個呢就是比較有用一點 那當然我的腦袋也是非常清楚 我就問他說 那這個有比較貴嗎 他就說有貴一些 結果他結帳下來 貴了兩倍以上 因為這個我還沒開 我試用之後 我就在跟大家說這個好不好 有點讓我難過 這兩個呢我覺得應該也不用特別介紹 龍腳傘的粉紅色包 這個牌子我是沒有吃過他感冒藥 但是我在日本的最後幾天 開始胃痛的時候 我有吃他的胃藥 我覺得還蠻有效的 馬上會讓你有效果 可以再吃下一餐 豆乳系列我也只是想說買看看 因為化妝水跟擠面乳 都是一個生活必需品 大家去日本都會買的雪雞雞 如果你要說乾這個程度的話 我覺得他比較乾 這個比較不會這麼乾 這個藥妝非常智障 欸大家出國是不是都會有這種小確幸 在機場把你身上所有的外幣花光 我記得我人到機場之後 我身上的外幣好像只剩下 兩千多塊日幣 然後我就想說 喔這兩千多塊日幣 可以買一些おみやげ送給我阿嬤 我就買了一個牙根 買完小羊根之後 本來想說再買一個 結果我在結帳路上 被我同行的友人攔截兩百塊日幣 因為他也是想要把他身上的日幣花丸 但他差兩百 所以我就剩了不到幾百塊錢 怒氣沖沖氣噗噗的去機場藥妝店 我就多買了這個蒸汽眼罩 然後我買的是薰衣草口味的 口味薰衣草味道的 必須要在一個非常奇怪的時間睡覺的時候 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他都有那種舒緩眼壓的效果 要不是為了要把日幣花丸 我也不會買這個 再來是我唯一買的電器 這也是我去日本的目的 Tenna Sony的鼻子夾 可是其實很多人推日本的鼻子夾 不是推這個牌子 因為我還是比較信任我聽過的品牌 EHSS9A 這本來不是我想要買的那隻 因為我上網爬文的時候 我是爬他類似款 那個時候我去Big Camera的時候 他的店員都賣光了 我就剩這個 然後這個是更新款的 記得去下載Big Camera的那個折價券 折完稅之後又減了7%的折扣 所以我買下來好像只花了9000多日幣的樣子 比台灣買便宜很多 他長得也是很漂亮欸 流線型的外觀 網站的介紹是說他有那個負離子的功能 跟他們出的那個吹風機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是有保護頭髮的效果 因為基本上呢 我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自然卷 所以我每天出門的時候 需要露臉的出門的時候 我都需要夾過離子夾 我會想要買好一點的 可以保護我的頭髮 但是大家現在看到我這個狀態 是因為我今天已經出門了一整天 然後又被大耳載過 封城補補的狀態 早上夾完的時候 他是很榮順的 不知道會有人想買日本的衣服 因為其實日本的衣服你買下來並不會很便宜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日系品牌 Mousey 那這個呢 是我的好姊妹Heidi帶我去 去哪裡 元素還是表餐到的一棟大樓裡面買的 我買了兩個單品質感都很好 但是我花了兩萬多日幣 他其實不會很便宜 但是當然你會比台灣買這些品牌便宜很多啦 台灣買這些品牌真的很變態 我買了一件版型很好看的網站 他上面是收的然後做高腰 下擺他就是做一個喇叭的感覺 然後他質感很好 牛仔褲是一個很值得投資的一個單品 其實我以前都穿平靈的牛仔褲 可能就是鬆領帶材質 那你如果買寬褲或是買什麼屁股那邊 就會像包牛褲一樣的感覺 但是你買好一點牛仔褲 就會看你屁股那個形狀 他會包得很漂亮 另外一個單品 現在其實已經穿在身上了 那個呢 是他們家的裙子 這樣看得出來嗎 看起來還蠻休閒的裙子 然後他旁邊有做口袋 然後我很喜歡他這邊的設計 這邊 但是我這個真的是買太大 大家不要太相信日本品牌 你一定會買到很小size這件事情 我買S號 需要一直往上拉 這件裙子我之後還要再拿去買 這其實是我去逛109的時候 去找我朋友 然後剛好看到的 毛巾布材質的臉帽襯衫 6900 但是他有打折 欸我忘記他打幾折咧 反正我記得他的折扣是很漂亮的折扣 所以我才會買的 那你去日本買百貨公司 你會很常看到品牌跟品牌的年齡 像是這個就是Fila 跟我不知道什麼牌子的年齡 我之後穿起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關注我的Instagram 我會在上面PO 穿搭照給你們看 然後再來這個是我在結帳的時候 看到櫃台旁邊有在賣的 這個牌子的柔軟筋 你也沒有必要一定要為了一個柔軟筋 而把它砍回來 只是因為我剛好看到 然後配合衣服 透稅跟折扣下來的價錢很漂亮 我就想說好吧 你都在我面前了 我好像也不能不拿你 我就把它拿下來了 這個好像沒有多少錢 幾百塊而已 然後很好用 我很喜歡它的香味 就是它 然後你洗出來的衣服會非常香 然後人家就會問你 欸你是噴什麼牌子的香味 不是這是我衣服的味道 就是這個意思 登登 GU就是一個非常變態價錢的一個地方 因為大家如果看我泰國的戰利品開箱的話 大家知道我也不是會去拿那種很便宜的衣服 因為我其實覺得這種衣服 真的認真算下來其實比較浪費錢 因為你買那種便宜材質比較不好的衣服 你信息是壞掉 你還不如買一個好一點的 但是你可以穿很久 GU是大兒去日本的時候 他告訴我GU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我才在最後一天的時候想說 好吧 反正我等飛機我還有一陣子的時間 我去GU看看好了 我就變你大袋了 謝謝你大兒 你把我錢花完了 芥末色的連帽T 這件很變態 這件算下來好像台幣200出頭 超變態的 而且它的材質還不錯 這個我覺得我會非常的常穿 因為我平常私下穿搭 就是一個非常中性的一個穿搭 然後最近也還蠻流行這個顏色 它裡面還有內刷毛 兩塊多塊台幣也真的超扯 跟龍心的褲子 然後我覺得它的版型也還不錯 而且冬天我沒有買過白色的褲子 我想說這個價位這麼可愛 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1990 然後我買的時候有折扣 1990是日幣 包暖的 冬天可以穿 這價錢也很變態 我隨手拿的一件毛衣 1990一樣價錢 其實這我就覺得好像 其他的東西太便宜了 這個我相較之下 就沒有覺得它有多划算 我就是隨手拿的 呵呵呵 這好像教壞小孩子 不要讓花錢 花錢錢要三思喔 你出國的時候 會突然不把錢當成錢 我覺得應該很多會跟我一樣 但它去日本一定會買內衣 每個女人去日本 欸?是每個女人嗎? 而喜愛日系品牌內衣的女孩 去日本一定會買內衣 我朋友去日本第一個衝的內衣店 其實這個我沒有穿過 這是Anthi 它好像是那個 那什麼牌子的副牌 我沒有辦法把它拿出來 因為它現在在我身上 穿它的感覺 我是覺得 它比較走那種 拆枝很舒服的 然後輕輕薄薄 但是它不會有那種 暴乳效果 集中效果 但是這間的價錢 也是變態的便宜 我身上穿這件內衣 它才換算成台幣 才500出頭欸 然後很舒服 日本必買的品牌 那我之前是會買它很多很可愛的 大家知道日系品牌內衣 都有很多那種繽紛很浮誇的內衣 然後我就覺得 好可愛喔 買回來之後我發現超不實用的啊 你穿很多白色那種透色的衣服 根本就沒有辦法穿這種內衣 這種內衣到底想買了幹嘛 我不懂的 它有一款平口的那種內衣 超好用 我很常穿它 因為很多牌子的平口內衣 可能穿一穿之後 你的胸部 它就會直接掉下來 然後別人就會說 欸?你今天胸部看起來好脆喔 因為內衣滑下來了 但是Pigeon他們家的內衣 就是比較 做的比較挺啦 就是覺得它比較不會滑 然後其實這個台灣已經買得到了 但是日本買還是便宜很多 很多人去日本 就會去買它的球鞋 因為日本會進很多台灣沒有的款式 登登 很可愛吧 這是我買9900日幣 然後再退稅 這個到時候呢 我也是會在IG上PO傳達照 大家如果這樣看不太出來的話 之後可以去關注我IG上的傳達 那如果有什麼喜歡的東西 你們想要問我使用後的心得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再跟你們說的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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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